比新冠病毒更加严重的六大灾难 正在悄悄靠近人类 地球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星球 世界各地每年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灾难 如飓风、洪水或是地震 整个地球发生各类灾害 且近几年越来越频繁 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 一是自然变异 二就是人为影响 现在疫情还尚未彻底控制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六大灾难 比新冠病毒更加可怕 并且这六个灾难正在向人类逼近 那么这六大灾难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什么灾难会比新冠病毒更加可怕呢 我们又应当如何防范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文硬和科普 新来的朋友不妨动动您发财的手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创作动力 2020年一个完美地对称年 本该是安稳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谁曾想到 突如其来的灾难竟会如此汹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这一年 人类不光经历了地震、洪水、火山喷发等大型灾难 也经历了对全球造成袭扰的新冠病毒 在这些灾难面前 更多的人意识到 人类在大灾难面前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一旦以下六大灾难发生 以人类目前的力量 根本无法阻挡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太阳药斑 太阳黑子释放其磁能量时 会产生太阳系中最巨大的爆炸 药斑 一个药斑所释放的能量 相当于数十亿兆吨能量 这是地球上100万次火山爆发时 加起来的能量总和 它们看上去是一些非常光亮的区域 它们之所以这么亮 是因为其温度高达上千万度 而且它们可以持续几个小时 但能量非常巨大 药斑不仅会向太空爆发 它们还会将高能量粒子 注入一个校色球的太阳层 特别是在太阳活动丰年 药斑出现频繁且强度变强 别看它只是一个亮点 太阳药斑对地球的影响 可以说是巨大的 因为太阳药斑一旦出现 简直就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发 除了日面局部突然增量的现象外 药斑更主要表现在 从射电波段 直到X射线的辐射通量的突然增强 其药斑所发射的辐射种类繁多 除可见光外 有紫外线X射线和伽马射线 还有红外线和射电辐射 以及冲击波和高能力子流 甚至还有能量特高的宇宙射线 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太阳要斑的时 是在1859年9月1日 这次事件被称为卡林顿事件 某一天早晨 地球上有一个正在工作的电报员 被电死了 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分钟前 卡林顿观测到太阳的一个大黑子群内 突然出现了两道极其耀眼的白光 这个白光就是太阳活动形成的要斑 在事件发生的时候 位于英国的格林尼质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 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强烈变化 与此同时 球员的磁力计突然爆表 而且在这天夜里 天空中绚丽的血红色北极光 一直向南弥漫到古巴河下位移 这在当时是震惊科学界的奇观 药斑对地球空间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太阳在宇宙中爆炸 药斑爆发时发出大量的高能粒子 到达地球轨附近时 将会严重危及宇宙飞行器内的宇航员和仪器的安全 当药斑辐射来到地球附近时 将会破坏电离层 使它失去反射无线电电波的功能 无线电通信尤其是电波通信 以及电视台 电台广播都会受到干扰甚至中断 药斑发射的高能带电粒子 还会与地球高层大气作用产生激光 并干扰地球磁场引起磁爆 不仅如此 随着人类电气化的全面普及 太阳药斑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 太阳药斑对空间飞行 通信 广播信号和导航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此外 药斑对气象和水位等方面 有着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正因为如此 人们对药斑爆发探测预报的关切程度与日俱增 也正在一步步努力揭开药斑的秘密 如果一旦太阳药斑发生爆炸 那人类在这些环境存活下来的几率几乎为零以上 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 就是超级火山的爆发 位于美国淮俄明州的一座超级火山 黄石火山 该地区的地质活动一直都是非常剧烈的 在这座超级火山的地下岩浆中 还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硅 它会使巨量的爆炸性气体与岩浆凝固在一起 当出现这种情况后 就会导致该火山出现大规模的喷发事件 并且在地球近200万年的时间内 黄石火山已经喷发过至少三次 据科学家调查研究发现 黄石火山如今依然活跃 在未来的时间里 依然具有再次喷发的可能 很多对于火山不了解的人们 可能还不知道黄石火山的厉害之处 认为不就是火山吗 世界各地都有火山 但黄石火山 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火山 它还位于美国的核心地带 属于地球上最具破坏力的火山 很多科学家们 还愿意把它称之为火药桶 并且它如果再度爆发 那很有可能会给全人类 带来灭顶之灾 这么说吧 如果黄石超级火山再度爆发 那仅它产生的岩浆河碎时 就可淹没半个美国 在2014年 有科学家检测到黄石火山 释放出了部分热量 仅仅是那些能量 就已经足够使周围5公里以内的马路 都发生了融化 所以说如果它再度喷发 其后果可想而知 地球上所有的角落都会受其影响 第三个灾难 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 行星防御专家将小行星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超过1000米的 它们的级别是灭视 也是由于它们够大 所以科学家们很容易追踪它们 目前来说这个级别的小行星尚未发现威胁 第二类是较小的小行星 它们对于地球来说完全没有伤害 因为这些小行星很可能无法穿越大气层 而第三类就是类似Diamorphos的小行星 即宽度大于140米 但小于1000米的类型 这也是对地球威胁最大的小行星 虽然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干预 但一旦没有干预好 那发生的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 在历史上 多个时期都有生物 因为小行星的撞击而灭绝 而离我们最近的 就是地球曾经的霸主恐龙 也是因为小行星撞击而灭绝的 小行星撞地球 是目前科学界对恐龙灭绝的主流认知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威力 也没有理由不对此提高警惕 目前 已确定的禁地天体约有13500多颗 同时 每年仍有1500颗禁的天体被识别出来 1908年 一颗小行星撞击西伯利亚地区 随后发生了相当于1000枚原子弹的剧烈爆炸 数百平方公里森林被毁灭 这就是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 2002年 一颗直径约10米的小行星坠入地中海 造成雨中型核武器爆炸能量相当的威力 2013年初 一颗直径大约18米的小行星在俄罗斯上空爆炸 使超过4000座建筑严重受损 第四个灾难就是人工智能 早在2011年 霍金对人工智能就做出了预言 霍金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 也许会是人类的终结者 在一次演讲中 霍金305身地提到人工智能的崛起 要么是人类最好的事情 要么就是人类最糟糕的事情 霍金认为人工智能在初级的发展阶段 确实能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 但是智能机器可能会加快升级的速度 来重新设计自己 而人类则会被生物进化的漫长所限制 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下 人类根本无法与人工智能竞争 被超越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人类一定要警惕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威胁 一旦人工智能脱离人类的束缚 后果将不堪设想 尽管霍金都这样提醒人工智能的隐患了 但是许多国家依然不遗余力地制造战争机器人 据英国媒体披露 俄罗斯军方至少组建了20支 由战斗机器人组成的突击部队 早在2015的时候 俄罗斯协助巴沙尔对抗叙利亚国内叛军的时候 就已经将各种类型的军用机器人 应用到了战场上 总的来说 就目前人工智能的火爆程度来看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至于我们如何发展人工智能 并且还能永久地制约人工智能 唯有时间来证明了 第五个灾难就是战争 现代战争与过去不同 毁灭性似乎达到了巅峰 核武器问世之后 各国都对其杀伤力忌惮不已 作为目前已知的威力最强的武器 虽然仅仅在战争中使用过一次 却让所有人都深刻记住了其危害性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头下的两枚原子弹 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爆炸中心寸草不生 处处生灵涂炭 甚至在爆炸之后的几十年里 该地区一直没有恢复原本的自然生态 现阶段 世界各和大国之间的关系 虽然没有上世纪那么紧张 但是核武器 却依然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另一枚核弹沙皇虽然并未用于作战 但它的试报令整个西方都为之颤抖 苏联是当时众多西方国家围堵的对象 苏联想对这些国家进行威慑 所以在1961年的10月30日 苏联在新地道试报了一枚沙皇导弹 尽管当时苏联出于环境考虑 已经将其威力减少一半 但仍然是小男孩的3800多倍 当时试报产生的火球直径超过4600米 爆炸产生的蘑菇云高度近64公里 还引起了大约5级的地震 当今世界现存的核弹总数 约为14450枚 那么多少枚核弹能够毁灭人类呢 美国两位科学家曾专门对此做过研究 并发表了相关论文 他们的结论是 100枚核弹大约能毁灭20亿人类的生命 那么大约300枚核弹加起来 不仅能把人类全部毁灭 甚至整个地球 也将面临很长一段没有生命的时光 最后第六个灾难就是全球变暖 随着这些年人们对于生态的破坏 和大量燃气排放 人口剧烈增长 导致全球气候开始变暖 全球表暖对人类是非常重大的危险 现在全球都在关注全球变暖的问题 专家用气候模型预测出 全球气温上升会对降水造成影响 但越来越频繁的超大风暴 确实谁都不愿见到的 在短短30年里 4级到5级强烈飓风的发生频率 几乎增加了一倍 温暖的海水增加了强烈风暴产生的可能性 2008年7月多例飓风席卷了 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边境 全球气温的上升 对物种生存的危害越来越大 如果年平均气温保持1.1到6.4摄氏度的增长速度 到2050年约30%的现有动植物 都会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这些物种会因为荒漠化、森林砍伐、海洋变暖 无法适应气候等原因而灭绝 野生动物研究者注意到更多的弹性迁移 动物从遥远的北方迁徙到遥远的南方 寻找维持其生存所需的栖息地 如红湖 曾经的北美居民 现在则生活在北极 红湖的栖息地已受全球变暖的气温影响 人类也不能幸免 荒漠化和海平面上升 威胁到人类的栖息地 当植物和动物都在气候变化中 失去了适应性 那么人类的食物、燃料和收入都无从谈起 不管是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考虑 我们人类都应该以身作则 不要求如何利尽所能约束自己 克制自己 但必须要懂得珍惜 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利益 懂得获取后必回报 人类尚且累了需要休息 地球也一样 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节约用水 节约用纸 不乱扔垃圾 尽可能不使用汽油消耗的交通工具 自己的私心少一点 欲望少一点 目标一致 为了自己 更为了子孙后代的未来 这不仅仅是口号 更是需要实践到身边每一天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哪里说的不全面的 还请大家留言补充 我们下期再见